我 爸 爸 仇家一面 可以安息了 事情调查的怎么样了 都调查清楚了 六年前您的父母不能发 自然和肖成龙没有关系 但他是为了霸占您父母的遗产 才设计先害让您 是什么 肖家 今天是我们公司上市的日子 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冲 肖大老板 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大事了吗 什么大事 今天有一位大人物降临本事了 这事我听说 而且我还要求 可能吧 老众我刚刚接到消息 那位大人物 答应来参加我们的庆功宴了 正在赶来的路 真是天度 小 小师 我肖家崛起啊 要从肖成渊去监狱说起 肖成渊的庇物 应该非 不过说起来呀 我们肖家能有几次 肖晨渊是同工啊 那是他应该做的 他就是我们肖家一个一条 好 你还有脸来 我为什么 你说公司上市了 小车 肖家养育 你对你大嫂 你一个畜生 今天还有一天来这 六年前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 小车 你还真是我的好哥 晨渊 晨渊 嫂子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嫂子你不能这样 姐姐 小晨渊他就是个畜生 他还想把我 你怎么这样 虎受 我受 为什么你要这样 消沉渊 强奸未废 探除有期徒刑六年 既然你就知道了 六年前的事 你调查清楚了 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现在消沙渎 今天过来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可以 来 把我的鞋舔干净 在卡里面进去 没有言情的事情 限定在一个月之内 会在我父母的坟前唱 记住 是整个小小 你若是肯定 我为了消沙 小小月 你是不是在监狱里面是大傻了 现在的小家不是以前的小家族了 你一个强奸犯就父母也消假 吃人双恶 我没得过来 行 只给你这个月子 你可以汇聚你的人脉 做了一点额废 龙帅 刚刚传来消息 您的妻子陈思雨小姐要改嫁 就在这里 没车 我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 我早就已经忘记 思雨 思雨 你 你是不是说是能陷害我的 你要相信我 你是不是没人心 还要听的还有什么关系 你已经做了六年了 现在已经什么都变了 思雨 你一定要想想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会比你个美好的 蔚蓝 你拿什么给我 那 当你输出的我会全部做 一个月后 我会让消沙 让消沙灭亡 你知道他们现在有多强大 思雨 现在的我已经不知道你的人了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消沙灭亡 不可以 你这样愚蠢的话学会死 你把我当傻子吗 我没有 我是认真的 我的丈夫 我不希望他是一个只会说胡话的赖人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那你就还是我名义上的丈夫 我不管外人的流言飞语 我相信 你是亲爱的 我答应 你几书不开始 我一定会跟你亲爱的 六年吧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 我也好想你 陈渊 今天爷爷举办家业 你跟我一起去吧 谢谢 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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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雨 今天老爷子帮你找了个好人家 你怎么能把他带来 二伯 我张祖回来了 我就不改嫁了 你什么意思 他的强奸犯 老爷子的话你都不放在眼里的吗 咱努力了 老爷子都是为你好 为我好 二伯 你应该清楚所谓的改嫁 只不过是把我卖出去的借口而已 要是真的为我好 为什么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哎呦 建兵您快看 咱们女儿身边带着那个是不是小晨渊 嗯 他出院了 他是疯了吗 他怎么能把这个混蛋带到江湾上来呢 我爸妈 你回来了 全有两回来 别人有两回来 你吃不着因为你人家遭受了多少非议 尤其是这六年爱吃了多少 你真的 爸 我知道这些年来让思雨受了很多委屈 以后会好好对待他 慢慢补偿他的 补偿 你现在一无所有了 你也拿什么补偿呀 那我的一切就补偿他了 哼 这是头牛腿画着的 女儿 你是不是傻呀 你怎么能把这个犯人 让他家宴上来呢 你是想让我和你爸 他家宴想出仇吗 就是啊 如果让我爷知道 你还和这个烂人在一起 他怎么给你接好一点 爸妈 成员回来了 我是不会改嫁的 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呀 他现在是个老改犯 根本就配不上你呀 不管配得上配不上 他都是我们衣裳的丈夫 你还真是女女 才挂过前面这件衣服 咱们回家再去啊 这么多客人 咱们被逼连了啊 你们各位吃饭喝好啊 炒好啊 爸 这个陈思雨简直太过疯 竟然把这个兴肖的小子 强奸犯带 简直就不把你放在眼里 不是好歹的东西 在宴会上 我不想动弄 你去 画老山一下的座位 我错 没事没事啊 随便吃 不好意思 这两个座位呢 这里的座位 也是你们两个配坐的吗 这里的座位 也是你们两个配坐的吗 二哥呀 这次家宴的位置 有什么讲究吗 当然有讲究 坐在这里的 可是加入贡献局 你们家一年的营收不到一百了 还想坐在这里 可是我们刚刚就在这坐着呀 刚刚是刚刚 现在是现在 本来老爷子今天给你们家介绍好律 谁知道 谁知道你们把那个肖成员这个老改犯 带过 那不是陷阱的东西 快 等下 等下 麻烦问一下 实意的加持问题 应该做哪一错 哈哈哈哈哈哈 十个亿 我说你小子坐牢把脑袋做坏了 别敢跑来在这大放厥词 恭喜啊 陈剑斌 你有十个亿的好女婿呀 哈哈哈 小诚员 亲戚们都在你 你说什么话 陈剑斌 没关系 不好意思 让大家久等了 哎呦 我的好女婿终于回来了 你看 大家都在等你呢 小诚啊 好好的 飞机怎么晚点了 爷爷 咱们苏诚 可是来了一大人物 整个机场被封了八个多角色 那么大人物 就是传说中的费江龙帅 来 来 我跟他呀 之前就认识 没想到 他这次来了苏扯 改天有机会 我打个招呼 让他照顾一下我陈家 不愧是我的好女婿呀 连这种大人物 都认识呀 小森呀 这是前途无量啊 这 才是我们陈家的女婿呀 呀 思雨呀 你看人家老二家的女婿 多有好气 只有你才把这垃圾当着狗 爸你别说了 我不喜欢跟人攀比 我们不可能攀比 这种人为了面子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呀 什么意思 你说你认识北江龙帅 那我怎么不认识你 怎么着 听你的话的意思是说 你就是北江龙帅了 没错 我就是北江龙帅 这不是吴秘书 你怎么来了 这位是 爷爷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咱们市里一把手的秘书 吴小亮 吴大秘 吴秘书 你好啊 你好啊 真是贵客临门啊 赶紧给吴秘书安排位置 所谓就免了 奉龙帅主 特奉十章 晚宴邀请他 给陈家 我不是只买了两张邀请函吗 小孙啊 这是我们人家的好孙女婿呀 一个电话 就让一把手的秘书 送来十张邀请函 那个爷爷 晚宴的名格也不是非常多 只要来了十张邀请函 够厉害的了 来 爷爷敬你一杯 爷爷 这十张邀请函 递为您来费配吧 好 咱们陈家 人人有份 走去 掌掌见识 陈天啊 这回 就没你家的了啊 这邀请函凭什么没我 你们有什么资格得到邀请函啊 你们都给家族做过什么贡献呢 对啊 想的还没 就你这种垃圾 还使用 哎 对不起 这些邀请了就换在我面子 就是 要点人 这个邀请啊明明是我们家女婿 将分脱关系弄的 这什么东西 竟敢瞧五倍功劳 陈天明啊 你这个小爱女婿以后不要再带一来了 丢不起这个人 搜口 你给我出去 小诚员 你能不能不要再让我丢人了 我这样真的撑不下去了 思雨 你想怎么样吧 谁不想去 你看到爸妈的眼神了吗 但是想去有什么办法 你能弄到吗 我能 够了 小诚员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再想不想回此 昨天你们宴会的还好 说一定会参加宴会 现在怎么参加呀 只见到了 思雨 是 哟 你们还真敢来呀 你们的邀请函呢 拿出来看看呀 毕竟这年头啊 很容易买到假货的 就别藏着业者了 这种高端的地方 审货和狗 是不得入类的 哈哈哈 简兵啊 你们的邀请盘呢 拿出来呀 爸 怎么 我说话都不管用了 你的邀请盘拿出来 爸 我们没有邀请盘 小诚员带过来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陈家 怎么出了你这么个 没有邀请 还 还加一 告诉你们这辈子 别想进去 爸 咱们赶紧进去 别让他们一家 影响了我们的心 哈哈哈哈 走吧 你们已经被取消资格了 进入内 你们已经被取消资格了 进入内 怎么 怎么可能啊 你是不是看错了 这可是 吴秘书长 亲自送来的清洁 我劝你 立刻让我进去 否则 吃不了 懂得你 听不懂人话吗 我刚才已经给你说过了 你们已经被限制入内了 非得让我动手 我可是你不上 你敢动下试试 我 我 还这么一句说对了 他们也进不去 让我们进去 那你 你不怕死你 连江森都进不去 我们能进去 对啊 我们连勤俭都没有 你们说再给我次机会吧 不试试 咱们知道的 走吧 还长官大人 他们虽然是陈家人 但是和我们没关系啊 是长官大人 他和我们陈家 没有任何关系 可千万不要迁路于我们陈家 赵先生 陈小姐 你们四位是最尊贵的客人 不需要请请 快进进 他们现在进去了 他们现在进去了 什么客户走 我们不能给你 你 走 这不是陈思雨 陈大小姐吧 你怎么有资格来参加 这种宴会呢 这是你那个 强奸犯老公啊 你可得把他看好了 别丢人现眼的 在这里再得罪个什么大人物 再把他关稿了 才是人的 你这水田 可别干咳 思雨 刚才宠货是谁啊 没事 我们继续走吧 林先生 这个就是你说的犯罪分子吗 没错 就是他 他可是刚从牢里面放出来的犯人 他怎么有资格参加这个宴会 我怀疑他们来此的目的不熟 刘队长 你说这么大的宴会 万一再出点啥事 刘队长你担担起 请把你们的勤俭出示一下 赶紧拿出邀请函来 我们没有邀请函 赶紧拿出邀请函来 我们没有邀请函 没有邀请函 刘队长 听到没有 他们绝对有问题 罗哥我带走 站住 是从这么光明正大的走 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有问题 不可能 来这的人都必须有邀请函 哪怕是龙帅他亲自来了 也必须得出这邀请函 我们把他们给我带走 谁告诉 没有邀请函不能进来 去问问上次 萧承渊没有邀请函 能不能进来 这江湖走 坐牢坐坏了 以为自己是谁 那我倒要问我认不 你知道 怎么样 龙帅是不是让你把他剁碎 拖出去胃口呀 龙帅是不是让你把他剁碎 拖出去胃口呀 小队长 为什么呀 一个王板胡子 陈小姐他们是宴会贵笔 你居然敢利用我公报私仇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 六队长 六队长 小姐长 陈小姐 多有得罪 还望见谅 陈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 我们是合法进来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为什么林柯他 林柯利用他人公报私仇 扰乱宴会秩序 要是让龙帅知道了 这是谁当起 我们走吧 我 见面啊 你看每个人都带着礼物 就我们没有带礼物 这样不太好吧 爸妈思雨 你们不用担心 新雪龙帅就不喜欢送你这套 不管喜不喜欢 但这是最基本的理事 你们看到没有 还是有人没带礼物啊 我这是不懂规矩呢 还是要跟没往龙帅放眼里啊 哇 介绍一下 我 代号轻语 服役于东部战区 只为一级战神 龙帅的第一警卫 这这这这龙帅也太恐怖了吧 一个女警卫就是一级战神 哎呀 我们应该带点礼物 万一他们觉得我们不顿问他们怎么办呀 轻易战神 你为龙帅可是到龙帅 其实早就已经到达会城了 你是他为人低调 让我不要生活 今天的宴会就由我来代为主 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找我 大家不用找了 你们的一言一行 龙帅都看在眼 这这这不你们摆着暗示呢 苏城省万山 为龙帅送上夜明珠一队 苏城长青商会为北江龙帅送上百年雪山两根 你们什么意思啊 你们这是在 你不帅吗 你不帅吗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事情啊 经常要西路我们错我们知道错 刚才 都有谁是没有做 啊 快举手老师来吧 思雨你下去快举手 你看快快 去过去 很好 全场只有你们是真正的尊重龙帅 我记住你们了 相信这一切 龙帅也都看在眼了 你还没有 天哪 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是真的 今天晚上都是这 那全是哥哥也大让我 你得意什么呀 那还不是站在咱们女儿的股 是我们女儿呀 运气好 妈这一切都是要感谢承认 是他才到龙帅不喜欢送礼的 也是他让我举手的 要不然我才不敢呢 没错 要是他呀 咱们晚上能能参加晚宴 咱都不站起来 爸爸别这样 先摸摸到死吧 谁吃吧 明天啊 你们思雨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 你们呀 太让我失望了 你们思雨就不用去公司上班了 你们呀 太让我失望了 爸我 还有你们家分公司欠总公司两百万的经营款 要是进去管不上的话 公司要收回你们的经营权 你们好自为之吧 哎哎 他爸他爸 川月怎么办 爷爷要把分公司收走了 别慌了 有我 我会的 千月去给我安排一下 你这样打压老三一家 会不会出事啊 那个肖晨渊 会不会有惠情 哈哈哈哈 你就放心吧爷爷 我早都已经打听清楚了 这个肖晨渊 更可笑的 昨天晚上我们在夜会上 竟然想空手靠白了 真是一心 人家龙帅说不幸福 只有淘这家赏 我把这话当真了 收回面 收回 你这个呗 陈家估计是谁团了算 他们家就是白耳朵 竟然敢为为爷爷您说的话 太难打冒天了呀 小飞啊 以后我们陈家 靠你了 哦 对了 明天 有个成绩项目要招标 我们家投货资料 但是 没有资格入选 女人卖广 这个项目 就靠你了 放心吧爷爷 交给我了 什么 各邀我们陈家参加项目竞标 好好好 那我们一定按时的 特邀我们陈家参加项目竞标 好好好 那我们一定按时的 爸 咱们家有竞标资格了 快 咱们之前 是谁在负责这个项目招标的 爸 是陈思雨 他详细做了规划书 不过以他的能力 哪能参加竞标呀 陈思雨 有详细的计划书 那 拿到计划书 我们不时就可以 参加项目投标了 你们家陈丽呢 赶紧去把计划书要回来 你来干什么 什么事 记住 居然还有人住这么小的房子 有一百瓶吗 有一百瓶吗 你来这干什么 爷爷让我来拿程序项目的计划书 上面有人邀请我们 不计划 不行 计划书是我做的 你们要紧聊天自己 更何况 我已经被开除了 不给是吧 好好好 非常好 跟爷爷说 我 你怎么回事 计划书不交出来 我这个爷爷说话都不管用了 爷爷 既然你已经开除我 为什么还有我的计划书呢 我不服 好 你要是不把计划书交出来 就把你们租出家门 以后 你们再也不是陈家的人了 计划书在我这 给你 这还差不多 不行 你凭什么把我的计划书交出去 你知不知道那是我努力了一整年的结果 你凭什么替我做主 你怎么变得这么懦弱 这个 我相信 爷爷绝对不来求你回去 不可能 我什么时候 哎 哎 何总 黄总也在 哎这里 一会三两千万的心理 不管留在这块 这都是大老药 哦 你 王主任 存在啊对对对对 啊王主任 这是我们的项目计划书 你过目 陈思宇小姐怎么没来 呃 不瞒您说 陈思宇啊 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现在不属于我们陈市集团 不过这个项目现在是由我们在负责 这点你放心 开除了 那好吧 你们也回去 陈家没有资格 竞争这个项目的开发 那个王主任 为啥呀 实话告诉你们吧 这个项目 我们内部已经初步暂定 认为陈思宇小姐的华庭公司 既然陈小姐已经被开除了 那我们只能再做其他选择 王主任 陈思宇虽然被开除了 但是华庭公司呢 已经被我们接受了 你既然选择华庭 就是选择了我们 这是我们的一些接受手续 你看 我说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我们要陈思宇拿着项目计划书来这里 这个是我们只收拳给陈思宇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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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有什么情况 哎 陈思宇这个贱人知道你做了什么 这么大的项目都给他了 怪不得陈家会突然接到项目中的 原来都是因为陈思宇 走 先回去 什么 必须得是陈思宇去才行 是的 其实这个项目已经内定给华庭公司了 但是必须是陈思宇本人去谈 其他人都不行 而且那边还说了 明天早上八点之前见不到陈思宇 就会马上 那就赶紧去找陈思宇 先给了尊重原始再说 先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再说 关机了 你们谁有肖成院的电话 他一定和陈思宇在一起 我们老师都这个 他还不去想办法 早之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 这个项目要是拿下来 我们陈思宇 神家长十位戳戳戳有余 陈思宇 另外一个 爹 我们把整个事都翻面了 你就是没找到 陈思宇该不会是跑了吗 爹爹爹爹爹 倒是你出个小主意 我给你的公司干什么 现在 照顾陈思宇 我们最少损失十个亿 哇 我哪知道 陈思宇是关键 这件事情要是黄了 你的公司 没想要了 诚实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爸 您先别着急 也许他手机没电 咱再等等 那我是傻的吗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关 你也关机了 哎 爸爸爸 我再试试 我再试试 陈思宇 陈思宇 这么晚打电话脑是有病 思宇在吗 你让他接电话 就告诉他了 我有事找他呢 思宇不方便接电话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 哦 你看之前我们收回了华婷 让他停滞了是个误 现在呢 我们做了决定就让他回来 华婷继续让他掌握了 关速原池 不用了 思宇有心运动 不需要 喂 喂 你挂我电话 没有你这东西 你再打 好 好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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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思宇啊 之前我们知道是对你不好 啊 你告诉我你们在哪住 我们亲自去接你 你们玩呢 把思宇当工具了 只要思宇回来 小禁你们随便提 好 让思宇回去可以 让老爷子亲自来请 妈 得让你亲自去接一趟 妈 让我亲自去接 不可能 你疯了吗 你居然要爷爷亲自来请我 要不 我咱们还是自己回去吧 别急 三 三 二 老爷子同意过去接了 把这个给我 我咱们 我咱们要在哪里 我咱们都不去接 我咱们 我咱们 你咱们 你咱们 我咱们 我咱们 我们成家全靠你了 啊对了 之前那个事啊爷爷向你赵个歉 你可要以大局为重哦 爷爷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全力拿下这个项目的 好好好 呦 啊赶紧坐坐坐 呦 陈小姐您跟这个先生喝点 我茶给他一杯咖啡 一杯茶一杯咖啡快点 王主任您好我叫陈思雨 这是我的计划书请您关目 陈小姐的能力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计划书就不用看了 我们相信您的能力 计划书就不用看了 我们相信您的能力 啊 啊 哦 人家看一下 哎呀 我们果然没有看错 陈小姐的这份方案 很完美 我给九十五块 那意思是选我们吗 当然 我们一共啊收到了三十三家照表文件 陈小姐的这份分数最高 我们考察过华丁公司的能力 完全可以承认 谢谢了 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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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做的 来这 思雨啊 事办的怎么样了 爷爷初选过了 我的平分是最高的九十五分 现在这个项目定了 由我负责开发 现在只需要做完最后的流程就行了 好啊 思雨啊 你可是爷爷的骄傲啊 你呀 是我们陈家的大功臣 做个流程 那也就是说 三天后 签个合同就行了 思雨啊 今天 你可是辛苦了 我呀 派人 把你竖回去好好休息 好吗 好的爷爷 爷爷 您真的准备把这十个亿的项目 全全交给陈思雨的服务吗 我怕那肖成员狼子眼心 到最后 这项目可就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呀 现在 这个项目 你就确定是什么呢 只要三天后 签合同就行了 现在 陈思雨的价值已经弄完了 这十个亿的项目 交给他 确实是拉了资源 这样 三天后 你跟陈令 去签合同 到时候 我给思雨挂个叙致 也就得了 要么说江还是老的 爷爷 您这一招 绝了 你们真的拿到了那个十个亿的项目 哇 但是 你陈家强的企业太多了 这项目怎么可能落到我们头上呀 对呀 为什么非得指令我签字呢 陈月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说的那些事都实现了 自语的帽 上次我们参加完业会之后 清一少将 哦 原来是清一少将的意思啊 哎呀 那大人果然是一座前面啊 我还以为当时清一少将只谁回头一说呢 咱们家这算啊 总算二十逃来了 哎哎就这样 哎坐上一桌菜 咱们全家好好庆祝一下 好好好 我这就去做饭你了啊 你们坐 你就不要着急去上班了 就陪在我身边吧 好 那我扶着你 陈月好了没我们要出发了 哦马上 爷爷什么事 我马上要出发先合同了 你不用去了 小申和陈丽已经代表你去了 项目的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安心在华庭上班吧 怎么了 爷爷说 三公的事情与我无关 已经有代表替我去签字了 大门真心 思雨 我先项目是属于 十月几 计划书就不用看了 我们相信你的能力 人家看一下 我们果然没有看错 陈小姐的这份方案很完美 九十五份 那意思是选我们吗 当然了 我们一共啊收到了三十三家招标文件 陈小姐的这份分数最高 我们考察过华庭公司的能力 完全可以承认 谢谢了 不看你开锁 快乐 孙姨呀 事办的怎么样了 爷爷初选过了 我的%是最高的95份 现在这个项目定了 由我负责开发 现在只需要走完最后的流程就行了 好啊 思雨啊 你可是爷爷的骄傲啊 你啊 是我们陈家的大功臣 流程 那也就是说 三天后 签个合同就行了 思雨啊 今天 你可是辛苦了 我呀 派人 把你竖回去好好休息 好吗 好的爷爷 你真的准备把这十个亿的项目 全钱交给沉思雨的服装 我看那肖成员狼子眼心 到最后 这项目可就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呀 现在 这个项目 就确定是 完了 只要三天后 签合同就行了 现在 陈思雨的价值已经弄完了 这十个亿的项目 交给他 也确实是浪费资源 这样 三天后 你跟陈丽 去签合同 到时候 我给思雨挂个叙致 也就得了 要么说江还是好的 爷爷 您这一招 绝了 怎么是你呢 陈思雨小姐呢 是这样 思雨呢 连续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以后我们过来也行 老师 招标结果都已经宣布了 定位我们公司了 谁来签这个字 如果都是一样吗 一样 那你是签他的名字 还是签你的名字 同主委 您啊 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陈氏集团呢 虽然有很多家分公司 但陈老爷子是董事长 他拥有所有分公司的绝对分公司 所以 这次项目啊 签陈老爷子的名字就可以了 当然 这也是思雨从一关的 我们指定的是陈思雨 陈老爷子 我可不认识 不过 既然说陈思雨小姐 你 那我就把这套路 只要他 我也没死 陈小姐 请问您 是否让其他人代表您过来签和 而且要签陈老先生 我 我 谁同意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连电话都没打理 大大就像我们不要了 谁爱做谁做 我告诉你们 这个事 必须由陈思雨小姐过来完成 任何人都不能带着 我看你们两个 是不把我话放在眼里 王邦忍 你先上去 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也不看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行 下三点 陈思雨小姐 给我带过来签和头 要做 立刻坏人 你只不过是刚从监狱出来的一个犯人 未来的你跟思雨之间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是啊 你整天无所事事 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 你骗得上我女儿吗 再说了 你以后要是我们思雨的丈夫 陈思雨 他得多丢人呢 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跟思雨商量 让你们离婚 这样对你 对思雨 那都称好了你先做一个心理服务 妈妈 你们这是在过回家瞧吗 什么叫过我传销呀 哎你还真以为这个项目是你拿下来的 你只不在中间 撑过来呢 对吧 这个项目拿下来完全是因为我们思雨的能力 是啊 说白了 这件事情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知道吗 放心 法国是 我会让思雨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 你拿什么给思雨幸福 你现在连他房子都没有 叫说你家你还有一套别墅 我倒是相信 可是现在呢 你是一无所有的存工贩 住的还是我们的房子 你丢人过啊 啊 真是的 你还是搬出去住几天吧 我我不想见到你 思雨最近工作很忙 你在他跟着他很容易分心的啊 既然你不愿意见到 那我先带出去 我认为你 龙帅请 哎 advisors 我好像看了枭纯员上了一辆豪车 还真是豪车 能坐得起这豪车的人 那都是一方大楼 我只是觉得背意的像他而已 想想也是 肖纯员他怎么可能能坐上这种豪车呢 小陈渊他怎么可能 能不让这种豪车呢 陈渊 陈渊 爸妈陈渊呢 呀思雨回来了思雨呢 可能出去找工作去 那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思雨 你以后啊要把重点放在工作里 小陈渊那个 淡化 我跟你妈已经说过 以后让他少来咱们讲 思雨啊 你现在的身边可不一样 将来呀 可是要成为大任务的 不能让肖陈渊成为你人生路上的伴长师 知道吗 爸妈 你们说这话还有良心吗 当初要不是肖陈渊给我们拿到了宴会的邀请函 我们还没有机会拿下这个项目呢 的确 他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最后人家看中的是你 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和他没什么关系 知道吗 陈渊他会辅佐我 他的能力无人质疑 我个傻女儿 你说你养一个吃完饭的有什么用 他现在已经陪估你 你想要和他在一起也可以 他的身份地理必须和你相同 我们才会答应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现在就要把他找回来 你果然在这里 你还记得六年前我在这里向你求婚的场景吗 当然记得 那一幕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爸妈是不是跟你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他们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 我相信你 你只是需要时间 我不能没有你 思雨你相信我吧 我肯定能拉到头子 资金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所有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我相信你 你从来就没有让我失望过 龙舍找我过来需要我做什么 去给我联系这些公司 哎呀今天是项目启动最后一天 资金到现在也没着呢 你看 女儿咱去求求你 你还来的 要不然一切都完了 爸 承约说他有办法 我们再等等吧 他有什么办法 他一个刚从街舞出来的不安人 哎在哪能拿到投资 要是能拿到 还又等到现在 是啊 要不是他搞的 向我早就已经推进了 我们现在也就这老爷子 这不是希克 你们咋来的 那天走的时候多嚣张啊 爸 我们想好了 这合同往前 先可以 要改改 利润吗 我们九成五 是 给你们 爸 这件事是说好的九成的吗 昨天是昨天 今天是今天 这点道理你们都不懂吗 这合同爱签就签 不签走人 行我们不签了 大伙这个项目不错了 谁也别想拿到钱 哎哎不行女儿 就算咱们拿一点点 那也是五千万的 对啊女儿来 不能签 不能签 时间还没到签什么字 是不签约 你这个姜思文怎么又来了你 啊五千万你得不到 是不是也不想让我们一家得到 是不是 你是想签字还是信我 我相信你 你相信他 还有什么用啊 当年要不是他 我们一家都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生你这个不大样的女儿呢 干啥呢 顾早也得是你 你 红远投资公司负责人 天文投资公司负责人 万双投资负责人 这怎么都来了呀 几位老总 你们怎么出人造谎了 你好陈小姐 我是红远公司 可可不是无疑 你好陈小姐 我是天文公司的 以及万双的万成功 你 你们好 陈小姐 你不必紧张 我们都是来商量投资的 红远公司 愿出一个亿 为贵方合作 万双愿意出资两个亿 我们天文投资 三个亿 思雨 人家都在找你投资 说句话呀 这样说 思雨 感谢各位前辈来投资 思雨 欢迎各位前辈来投资 真是太好了 这样陈小姐答应就好了 不过呢 各位前辈可能误会了 我不需要这么多投资的 陈小姐 您尽管开口 咱们这个几百个亿 可能办不到 几十个亿 随随便便 几十个亿 各位前辈 其实最多 一个亿就 既然我们都来了 我们每家呢 出一个亿可以吗 行 咱们帮助陈小姐 直接给 不是投资 也不信 不不不不 是投资 不用直接给的 陈小姐 没事 一个亿啊 只是个小钱而已 对对对 这不算什么 都说了让你们投资 干嘛的 对对对 陈小姐 是投资 是投资 各位前辈 建议到华庭公司来签合同吗 不建议 当然不建议 爷爷 抱歉 不能和您签合同了 不过 陈家是能分到项目 我好证 你 放 放 那些老板 是不是你交过来的 你这所做的 怎么做的 真是太不思议了 来坐 走走 很简单啊 仔细介绍这个项目 让他们知道这是块肥肉 不可能 我之前拉投资的时候 介绍的比你还详细呢 那他们怎么会拒绝我呢 我提了两个人 一个是金玉少将 还有就是北江龙帅 他们知道是怎么不事以后 就带你来投资吧 这 这个北江龙帅啊 和咱们承受关系 但是这个项目 还真跟他们有联系 只要他们一查就知道 这些投资上一点也不傻 对呀 这项目 毕竟是无主人定的 后面还有清玉少将的主书 他们肯定当成了 我们肆意的背景了 是 陈元 那些老板 是你一家一家游说的吗 对啊 费了不少居然 陈元 辛苦了 这次全靠你了 对对对 陈元这次功劳最大 我还以为这个项目 只能靠老爷子吗 对呀我到现在都觉得有点不真实 哎好了不说了 我现在呀就给咱们做好吃的 我们一家人好好清楚清楚啊 我给你打下手 走了 对了陈元 赵敏表妹 学校放假了 说要来我们家玩几天 你明天帮我去接一下他 行没问题 啊赵敏是吧我是你姐夫 你现在在哪呢 我去接你 啊 黄绝KTVVP666跑下 好好好我现在去 给我一碗 都可以不可以 赵敏 我到接你了 哎呦喂赵敏 他就是你姐夫 他可是名人呀 新婚意曾谐自己的嫂子 琅琅入狱 你借怎么叫他来接我 真是丢力 趙敏走吧 你走吧 我自己会回去 不需要你来接 你且让我来接你 你必须跟我走 赵敏都说让你走了 你还站在那干嘛呀 聋啊 他就滚 对呀 赵敏我们卓哥会送他回去的 你就别多管闲事了吧 跟我走 你要是不跟我走 没办法给你解交差 你走啊 我又不认识你 我自己会回去的 哎呦 没想到 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妞 还是学生妹 今夜要爽死了 你们是谁啊 出去 兄弟们 在我们的地盘 他叫我们滚 你去把老他们叫过来 就说这里有漂亮的学生妹 赵敏安 继续 都他妈给我蹲着 我看谁敢给我站着 真是个怕死的家伙 我姐姐真可怜 居然家女子男小女生 我劝你们离开 否则 否则我就报警了 小妹妹 你要是今天报警的话 是吧 他就回去了 哈哈 居然是二爷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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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完了 二爷 这女妈水停得很 是我相信一名的 嗯 你算懂事 嗯 来着 把这个小牛留下来 剩下的打一顿扔出去 给你们十秒 都给我滚出去 二爷在这里 你还给我放 找死 他妈敢动我兄弟 那我怎么弄死你 认识我 你还认识我 那他这么多二爷 我废了你 回家 都他妈给我回家 既然认识 那就好 妈 是是是 说 该怎么办 你今天天气是主人 你那小妹太多了 我不信他 啊 是是是是 你靠我怎么让我去 不嘛我就要看 姐夫 你真的很耐看 越看越帅 男人味十足 啊 我知道 姐夫 你也实在是太厉害了吧 那可是道上的大佬 居然给你下跪 还那么听你的话 你到底是谁啊 大人的事小孩别问 姐夫 我姨妈表姐他们 都觉得你一无是处 把一刀废物来对待 你真正的兴奋 他们不知道吧 他们要是知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表姐 一定会崇拜死你的 今天的事别给他说 这事我们知道就行 那这算是我们的小秘密吗 明儿来了赶紧坐来 你去接赵敏 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啊赵敏刚有个社团活动 等结束了才出来 啊对对 我有点事 耽搁了 这个人这么久 我还以为啊 你那边的小孩真的做不好 你这次多待几天呗 以前你都是待不了几天就走吧 对啊明儿 刚好过两天你表姐生日 你一定要参加啊 嗯放心吧 这次呀我一定多待几天 来来来 我早就给你准备了一桌好吃的 走 好无聊呀 姐姐姨父姨妈都去上班了 姐夫 我带你去玩吧 姐夫 我带你去个地方 姐夫你起来吗 不去了 对了 后天是姐姐的生日 你准备什么礼物了呀 是啊 确实得准备一下 走你跟我出去一趟 哎 你一直看着我吧 姐夫 我看我姐和姨妈他们 对你一点也不好 不如你们干脆离婚吧 你想让我打光柜啊 不是 你跟我表姐离婚 我就立马嫁给你 你看我跟我姐一样漂亮 还比她年轻 你考虑一下 姐夫 就考虑一下嘛 你看我这么漂亮 身材还这么好 你在这样我给你解脱了 后天姐姐生日 你不会打算 简简单单给她买个生日礼物吧 我可不去那种不懂了 哇 姐夫 你真的要预定这里 这里可是市里最豪华的餐厅 不过 这里要提前一个月预定 现在挺不知道来的来不及 还有特别 我 没事 我离不到 我离不去 看我果然好 先生小姐 快要出一下冲餐室 我没有 我是来预定的 后天我要包下这里 不好意思先生 我们这里需要提前一个月在官网上 我则是无法冲餐的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 我说我后天要包下这里 这不是你闹事的地方 你知道这里包下一天需要多少钱 可是你这辈子都无法赚到 谁呀 你看这里看 我倒要看 是哪家的大少女 哟 赵女学妹 你怎么在那 赵女学妹 我最亲爱的 她订阅 今天 有吗 少爷 不是这位小姐订了 是她订的 她还在这包一整天呢 忘了跟你介绍了 这位呀 就是我的男朋友 赵女学妹 你为了躲我 不用随便找个男的来当打电牌吧 没有啊 我可没有骗你 我们昨天 住在一个房间里 赵女学妹 专门找老男人说一句啊 能再说什么 再说 你怎么在说 收购 还有两分钟 时间都到了 我都要看看 你怎么收购 你怎么收购 我来的 萧先生 这是为您准备好的合同 请您过目 哎呦 连合同都拿来了 不会是假的吧 真是狗屑 喂吧 怎么了 我在速成中心呢 你个负败 你个败家 你知道你得罪的是什么人吗 我们家的餐具 完了 我 我哪得罪人了呀 爸 就是一群鸟丝 我告诉你 那是一尊大人物 赶紧去跟人家道歉 不然我们整个两家就完蛋了 作为的萧先生 从今天开始呢 你就是餐厅的老板了 请老板入位 等一下 我还有一件事要说 呃 刚才是你无辱状 现在跪下 你道歉 我就放 哎 赵先生 我错了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萧先生 你是萧陈渊 谁说话啊 还真的是你啊 哇 老同学你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顶级曾经你说收购就收购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姐夫 别生气别生气 别忘了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 我们是来预订餐厅的 杨学长 我们后天想包下这里 您看看如何 不可能 我们家餐厅呀 要提前一个月 并且 不能工工厂 活出双倍 怎么着 看起来 你有钱的吗 这样 过咱们家餐厅啊 要提前一个月 家餐厅 狗 与他们俩 不属内 少爷 您的意思是 什么样的客人 都接了 但是狗 他们俩 坚持 是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三条狗 不属内 梁头 你什么意思 你公报四周是不是 哎 没错 我就是狗狗 这家餐厅啊 是我们家餐厅 我想接待 你接待 你马不走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接待还是不接 我告诉你啊 这辈子 都可能 我给你十分 把梁家在市中心的餐厅 收购 接触 不可能收购的 梁家的势力太大了 笑死 居然有人想收购 我们梁家的餐厅 啊 还是在十分钟之内 接触 我们还是走吧 你去看看别的餐厅 那可不行 我就看懂这种 他们要付接待 我去买一下什么 皇后 我倒要看 你怎么在身边 收购我们家餐厅 还真的是你啊 哇老同学你现在这么厉害了吗 顶级餐厅你说收购就收购 没想到你是这家餐厅的经理 你也很厉害啊 我再厉害也没你厉害啊 现在你是我老板了 啊对了 你收购餐厅还可以留上了脚 我就处理一下 等一下 我收购餐厅的事情 你不要张眼 我胸低调一点 啊 啊对了 过两天的无死之机会 到时候呢 你一定要来哦 能不去吗 那我就把你接的事 全部都去啊 啊对对 我去总行了吧 呃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 好 那这么说定了 姐夫啊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 要是有个男人 也这样为我 布置生命宴会的话 我一定会爱死他呢 哎姐夫 你说过餐厅设计 为什么要这么低调呀 你要是告诉思雨姐 她一定会感动的 有些事不能 得一点一点 向你姐慢慢透露 毕竟啊 男人得有点神秘感 才会信任的 哎对了 你说话说小一点 你得给我报道我 放心吧 我嘴巴黏得很 现在生日宴的地点几句 生日礼物我也让人捉 接下来 就是等了 都定了这么豪华的餐厅 还要送什么礼物呀 还能送什么礼物 秘密 酝雨 今天是你的生日夜 待会有人要跟你很大的惊喜的 没错啊 地点啊 就定在咱们是最豪华的酒店 天龙酒店 天龙酒店 那太贵了 随便吃吃喝喝都要好几万块钱 我的生日随便应付一下就行吧 哎呀 主事宏店 这是有人听 而且啊 是景点里边最豪华的电影照 别看了 肯定不是他 他想给你过生日宴也没那个能力 哎呦四天来了 坐吧 叔叔啊越来越年轻了 我叫张从法国回来 一些洋酒和化妆品不成精英 来就来了嘛 还带什么礼物呀 思雨还是很漂亮 啊今天你过生日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你一定会喜欢的 谢谢 是这样咱们时间也不早了 咱直接去酒店吧 啊思雨咱们给你走 妈还没有去过天龙大酒店呢 我暂着 怎么了又有什么事吗 思雨 其实我在餐厅已经给你订好生意 我带你去吧 你订了生日宴又怎么样 人家四天你那不是天龙大酒店 一桌就十几万 你能 小先生 我今天订的餐呢 不是我不去 十几万就算是 你算也订了生日业 算是也就几千块吧 我补偿你 你补偿我 我怕你赔不起 你补偿我 我怕你赔不起 订的哪里了 我订的可是天龙大酒店 VIP888保险 最低标准十二万 我订的是华庭金座的餐厅 什么 华庭金座 在那里随便吃一顿饭 都有二十几万呢 就你啊 我都没能在那里更好多次 你怎么在那电脑一桌 我没有定桌 我是包下整个餐厅 哈哈哈哈 包下整个餐厅 你知道包一天要多少钱吗 小陈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包下整个金座啊 你不相信我吗 那现在我们这边 你不要再说了 既然萧先生说 他把金座包下来了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毕竟包场一天 要是不去的话 甚至很难 哎哎四年 别撑他撑 他哪能包得起 陈叔 我看萧先生都这么图定了 那应该不会有假的 走我们去看看 哎你这家怎么受诚意 没有那个能力就别逞能 这是就是限量 对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你大方说一个别的餐厅 我都能想想办法 但是这华庭金座 你就算是再有钱 也不一定能包场的 今天是你生意 我怎么没有要有书 你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姐啊 祝你生日快乐 华丁金座餐厅 祝陈思雨小姐生日快乐 你是唯一一位 在我们华丁金座餐厅 举办生意宴会的 我代表我们餐厅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思雨 我会用医生去守护你的 成员谢谢你 今天我很开心 开心就好 让你开心是我的责任 其实你的生日礼物 我也给你准备好了 咱们是时候拥有 有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 以后不用和爸妈一块住了 这是你买的 你哪来的钱 还有金座包场的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关系 我相信你 等你哪天想说了就告诉我 你就不怕我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啊 你要是敢做违法的事情 我第一个去举报你 走吧沈云 咱们去看看咱们的房子 这就是华丁金座 这个太豪华了吧 慢点 那当然了 能来这地方吃饭 那都是有权有权的大人物 对了 这金座餐厅预定成功以后 会给你一张不金的课 拿着金卡才能入力 小先生 您那金卡在哪 能不能拿出来让您看一看 我没有金卡 我是包销了整个餐厅 和预定的不一样 哈哈哈 行了 没有就没有 别在这 四天 别变笑 他一直就这样 就喜欢说一些 那不招编辑的话 哈哈哈哈 陈叔 我就当了看着笑话 啊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那边应该准备差不多了 咱们去天龙吧 嗯 对对对 哎走走走 慢着 我虽然没有进口 但是能不能在这就餐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 喂 你没有进口 你进什么进呀 你进去 你会被人哄出来的 小春啊 你什么意思呀 你非得让我们一家人 当我出找了 你才开心是不是 爸 要不我们还是进去看一下吧 说不定成员 说的是真的呢 周叔阿姨 既然思雨都这么说了 那门就进去看看吧 哎也好 嗯 走开吧 姐 祝你生日快乐 来咱们公司闹事吗 你们是谁 进来干什么 你就是项目负责人是吗 工程的差业管不对 你们这属于墙买墙卖 把我的村民都给坑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 要我赔钱 要我拆了你们的工程 对不起 我们所有的程序 都是合法合规的 你要是觉得拆签不贵 不应该来找我 先来去找拆签办 我们可管聊那些 我们只是错误 只知道是你们 在我们的土地上借了东西 是谁指使你们来的 我哪有什么意思 我呀 现在有个这些客户的生意 说吧 你要多少 我们也就算好了 再陪我们一个亿 这个 我拉死他 有呢 我们一个年也不会给你们的 好啊 那到时候 别怪我 客气 兄弟们 走 哎女孩啊 他们肯定是看咱们有钱 想碰瓷的 现在怎么办呀 我 心理不好啊 咱们工具一般要给砸了 公主没办法去经理下车了 知道了 公主先在停下 列 陈思雨那个剑 他过了生日 把整座华天的金座 撑上了 看这也太公表了吧 这个陈思雨一家还真不是东西啊 以前要不是爷爷嘟嘟的招负他们 我们一家总是要饭出去 现在 啊 妈竟然敢不听爷爷的话 是啊 我也没想到 他们敢 忽逆我 不过以前 他们一家 还是很听话的 爷爷 你又是那个萧陈渊 你发现没有 自从那个萧陈渊回来以后 你家全都变了 哎 现在 一切都成了定局了 定局 那 这个项目 他沉思雨 别想好好的做不下去 你 什么想法 这个项目我做不得 他沉思雨也别想做 我在道上认识一位大老 只有他沉思 这位大老是 江湖人称狼野 狼野 就是那个一人一刀 坎坎一百多人的狠人 据说 他因为这个事做了十年的老 去年才放出来 而且 他和萧陈渊还是一个监狱 好 你去请狼野出山 对 我来出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的救去 已经成死了 女儿 女儿 不好了不好了 出大事了 爸 怎么了 咱们工地啊 刚开锅 有人不满一个拆钱款啊 不仅到咱们施工工地 把这个工人砸了 还说要来公司闹事呢 大哥 我就是个小混而已 我错了 我求求你容了我吧 我向你道歉了 说吧 是谁派你去晨曦项目闹事的 我 我 说 我我说我说 是是狼野派我来了 老公去 上他半个小时之内来接我 好 好 我 我这就打电话 喂 老婆 什么事 喂 狼野 救救我 出大事了 你赶紧来啊 啥 我狼野的人也敢动 是个求你帮我都打了 等着 给我机会撞点 走 走呢 走呢 哪头到上困的 敢不敢抱下大名啊 龙野是吧 陈希项目是谁指示你做的 你也算什么东西 你也敢正问我 龙野 快跪下呀 他们可是北江龙帅的人 这些都办好啊 好 哈哈哈哈 什么事情让老婆这么高兴啊 陈家这群货 白白给我一千万 说实上我到城西负责的项目建设上去 搞搞乱子 我还以为空间很差 结果轻松搞定 白白给的钱我能不高兴吗 哈哈哈哈 陈希项 项目负责人是不是叫陈思语 好像有个叫什么思语 怎么啊 你认识 做兄弟的 圈一圈 千万不要放 这件事 这个女人 不是我故弃 在这儿 还有个狼野不感觉 我倒要看看什么女人我惹不体 这个女人很特殊 招惹她的 没有好笑 如果你也不例外 龙儿 你干嘛什么意思 是我死的 我倒要看看这娘们什么辈子 她的后面是 狼哥 我不能说 你就听兄弟一句劝 千万不要去惹她 龙儿 你干嘛看不起我狼眼上 行了 你滚 龙哥 该说的都说了 希望你的选择 不要后悔 怎么了 老四月说什么事啊 我们的项目被盗上的人盯上了 他们派人来敲战 不给钱就不走 实在是没办法了 没事 我也办了 明天项目我们继续推进 真的 那 他们要是还来捣乱怎么办 相信我 秦云 去给我调查一下 他们可是北江龙帅的人啊 龙爷 这里不止他们几个人 外面还有武装齐全的战队 怎么要是敢反抗 他们就会开一枪呢 跪下 大哥 有言不识泰山 有话好好说 有些话我不想说第二遍 大哥 是我们错了 都是那个陈家女婿 江生指使我干的 对了 这里有我们工化的记录 还有转账记录 你看了 陈家真是找死 我们也都是被蒙毙了 求你原谅我们 听说纯西项目你们拆了不少了 大哥 你放心 拆多少 我们一定给你修复 都给老总明天到工地干活去 听到没 大哥 你看这样的土地买衣服 对了 我还专门准备了一千万 给大家纯西项目部 请你高台贵手 别明天了 今晚就开始了 明早我希望看到效果 是是是 冒昧问下大哥 跟陈思雨小姐什么关系 他是我妻子 行了 你们好好干活 我回去了 好的好的 你放心 一定保你满意 喂 老爷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呀 江三 你摆老子一道啊 等老子回去 再收拾你 喂狼爷 事情办的怎么样了呀 江三 你摆我一道 等老子回去再收拾你 喂喂 怎么了 终心啊 终于好了 狼爷说 咱们差点害死他 还说 喂饶了咱们呢 这 这这这什么情况 快 快去查查 狼爷的怒火 我们成家可是承受不起呀 好 我这就去 爸 怎么样了 他们来找麻烦了没有 他们确实来了 但是有点奇怪 奇怪 怎么奇怪了 昨天来的那些混合 都跑到咱们工具干活 而且呀 比咱们工人还卖力 什么 哈哈哈 哎 你们想干了吗 我告诉你吧 有钱没有 四都没有一套 你要是再来报事 我报警了 不敢 不敢 陈思义小姐 陈建民先生 你们好 他们都叫我狼爷 这两天 给二位添了不少的麻烦 我这心里头啊 惭愧 昨天他们晚上拆的工程 我已经叫他们年夜修复了 啊对了 从今天开始 我手底下这帮的兄弟 全部由你们调遣 直到工程进攻 我们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什么 那就告辞了 女儿 什么情况啊 我也不知道呀 老师 哎 思雨 你回来了 怎么样 还有人闹事吗 成员 你到底干了什么事 那些混混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大 也没啥事啊 啊 我和狼爷认识 他的育友呢 和我关系也不错 所以肯定会骂我一个面子呢 以后这类人你还是少接触 之前那五百万也是找你育友接的吧 呃 差不多吧 好 等我把钱拿到 我们就快把这窝把我还上吧 好 都听着啊 你们来我家干什么 都干什么啊 竟然是什么狼爷 现在狼爷要找我们算上 什么满意呢 你赶快给我向狼爷道歉去 要不我们趁家去玩了 你们趁家把它扑我没有什么 原来那些人是你们找来的 怎么可能 他们不是我们找的 是小学院 小学院得罪了他们 他们通知我们来的 你们赶快给人道歉去 你们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承担 行了 别狡辩 要到心里你们自己去 你们自己去 我没什么对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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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吗 我道歉你 你什么一个农民工竟然被吹过 你想死了吧你啊 你俩个手 弄我了 你你怎么来了 怎么是 怎么是你啊 把他的给我带出去 KNOWYE 全此一条件 哎 这里是一千万 是陈家让我去找麻烦给我的报酬 一分年不少 哈哈狼野兄弟真客气啊 大家都是朋友嘛 不过既然狼野兄弟一片好心啊 咱们就不和他开心了 陈渊这钱我们不能收 哎呀都客气啥都自己兄弟啊 一点心意啊 那这心意也松到啊 再没啥事吧 哦撤啊 哈哈哈哈 拿来吧 呃什么啊你这说什么我听不懂 不准私藏小金库这一天啊 我先替你保管 那好吧那你来接我吧 我家里人都知道 谁啊 老同学 非要让我参加什么同学聚会 不去还没办法 行了那你赶紧去收拾吧 我就不陪你去了 待会公司还要开会呢 我还以为你会带陈思雨一起来呢 刹车吧 哎 他说你是做什么这个赚钱 嗯我说我是卖军火的 去吧 谢怎么不谢 毕竟你的豪气我不是名略过的 你可千万没收到嘴了 我可不想出来什么交的 They make your feet 呃 成字画 成板ука呀 芬花不会是芬花 果然和当年一样漂亮呀 来 这不是萧辰渊吗 当年的封印人物呀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来呀 我还真不想 快快快请进 就等你了 哎哎我们一起啊 走吧 走走走 都别客气啊 走走走走 萧辰 还真是萧辰渊 他居然都来参加同学会了 还真是萧辰渊 他居然来参加同学会了 萧辰渊 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干什么 到我们这桌来坐呀 也给我们讲一讲 你在监狱里发生的事 我还听说了 他这刚出一步去 哎没有工作就不说了 还跟他越富越 起在一个破屋子里 真丢人啊 那当然了 我听说 萧辰渊被各大公司上了黑名单 谁会请一个老改犯 当员工呀 哎 萧辰渊 咱们是从学 这样吧 我家公司 自己找保安 保持住 四千块 我看你这体格 绝对行 哈哈哈哈 你不要再谈谈你萧辰了 他先有自己的事业 自己的事业 陈斑花 你该不会把萧辰渊给包养了吧 刚才我看 他可是分给你 赔的 够了 你不要再说了 好好好 不说 不说了 官长 我看这陈斑花可够痴情的呀 萧辰渊都这样 他还这么在乎呢 你可得抓紧呀 可心的 我会输给一个老改犯 大家都别着急了 咱们班 今天还要来一个大人物 大人物 莫非 夏成岭 当然了 你还不知道呢 夏成岭的父亲 现在已经是屈神了 叫你老子过来给我道歉 我这是什么玩意 我老子给你道歉 你知道夏生父亲是谁 他道歉你敢接受吗 没错 你算是个什么身份 想让驱手给你道歉 一个刚出狱的老改犯 你也非 陈哥 你送了吗 夏成岭 给你点了是吧 给你点颜色瞧瞧 真难自己当人物了 下手你都敢当 你不想活了 你给我站那 赶紧给你老子来过来道歉 有狗屎 爸你赶紧再救我 下方开始吧 赶紧给老子过来道歉 我叫萧淳天 萧淳天 我告诉你 弄死你 还有陈思雨 放过他 淳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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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了 你先给你跑吧 跑得越来越好快 我跑出来 我还要给他来过来道歉 哎爸你终于来了 快救我 这个逆子 呀 你不放 这个逆子 没事吧 哎 爸 我是你儿子呀 哎 你看受伤的是我呀 我没事 那就好 应让你了 这件事 我一定给你的交代 怎么伸了你这个败家子 哎 你想坑死我呀 小先生 这这不是尸首办公大楼第一那一出 你小票吧 就就是就是他 他一出面就基本上代表了 尸首账片 你没事吧 担心死我了 十几个地方 没出什么大声 他现在外头开会来不了 可以祝福我 过来看看你 没事 让老周费心了 留起后幸能吃完美 好的好的 我一定转达到 都是什么地方 领贺 开心 下去说话 这是什么情况 都是我的错 是我管教育 让全子 冲撞了肖先生 肖先生 都是我的错 你要惩罚 就惩罚我 行吧 都是小事 把他带走了 以后别再让你交 肖先生 我一定管教好全子 不再让他出来人事充飞了 是吗 这博物 叔母 我先走了 你继续 好 下手 哎 夏少 可是你给啪 夏少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王宇伯 读书那会儿 我替你打过架 打过吗 记得记得 夏少还记得我呢 都听见了吧 夏少 我们家公司 最近在筹配一个项目 需要上面领导审批 希望夏少每年两决 好说好说 对了 我们班那位 抢点嫂子 转转你回来 老高 那小子怎么可能不来 现在全行业都封杀他 他肯定得来求您呢 小陈渊 还不赶紧过来 给夏少打个招呼 真是看不起夏少呀 别别别 小陈渊当年就是名人 我夫妻也经常提起来 他要好好学习呢 学习 学习怎么抢点嫂子吗 他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过来 小陈渊 难不成你想让夏少亲自请你起来吗 小陈渊你赶紧过来 你得不要脸 小陈渊你可以啊 第一次有人敢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是机会 你出去 我 陈渊快出去 咱们疯了吗 陈渊 你赶紧起来跟夏少打个钱 夏少不是你能惹的气 快 赶紧起来 给夏少跪下道歉 不然让你吃不了都是走 叫你老子稳弱道歉 我已经省了一碗